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 和视察广东 视察汕头 重要讲话 重要指示精神 围绕富潮州接洋考察学习 加快推动汕潮街都市圈建设主题 做讨论交流 研究部署工作 市委书记温战斌主持会议 市长曾锋宝等出席会议 会议强调 要把学习党的19届六中全会精神 作为深化党史学习教育的重中之重 作为各级党组织理论学习中心组的重点内容 精心组织专题学习研讨 广泛开展集中宣讲宣传 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 学党史 物思想 办实事 开新局 深化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 夯实工作责任 层层传导压力 强化跟踪督导导 完善长效机制 确保各项实事项目高质量完成 要深入学习贯彻 省委人才工作会议精神 坚持人才引领发展 聚焦三心两特一大产业发展格局 找准人才工作的着力点和突破口 完善符合汕头实际具有产业特色的人才政策体系 加强党对人才工作的全面领导 健全一把手抓第一资源工作机制 把人才工作纳入党建工作数值的重要内容 营造爱财尽财 引财聚财 用财成财的浓厚氛围 会议指出 近期我是党政代表团 先后赴潮州接养两室考察学习 贡商擅潮街都市圈建设事宜 看到差距 感到压力 激发斗志 增强干劲 既增进友谊 开阔眼界 又启发思路 促进发展 各级各部门要切实增强加快发展的危机感和紧迫感 总结考察成果 学习经验做法 努力把汕头发展的路子走对 走实 走好 要坚定信心决心 保持战略定力 围绕市党代会确定的目标任务 埋头苦干 勇意前行 坚定不移推进工业力士产业强势 全力以赴推动汕头在新时代经济特区建设中迎头赶上 要把握大局大事 强化思想认识 树立开放合作理念 摒弃封闭落后观念 善于站在都市圈层面考虑问题谋划发展 积极推动工作机制建立健全 交通基础设施内联外通 产业协同发展 社会共建共治共享等工作 着力打造融合发展的交通圈 经济圈 生活圈 在抱团合作中实现优势互补 资源共享 互利共赢 推动形成区域竞争 整体优势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今天市委书记 警备区党委第一书记温战斌 主持召开市委义军会议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和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 研究推进党管武装等工作 市长曾风宝做国防动员讲话 善头警备区大校司令员乔志强汇报相关工作 会议指出 今年以来 警备区党委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 认真贯彻党中央中央军委决策部署 全面落实省委省军区党委工作安排 政治建军坚强有力 备战打仗能力提升 国防动员扎实推进 参见参治主动作为 部队发展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效 会议强调要突出政治引领 始终把政治建军摆在首位 不断强化党管武装政治责任 坚持和捍卫两个确立 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确保队伍信仰坚定 组织坚强 行动坚决 要深化国防动员准备 落实国防动员体制改革 加大民兵实训力度 提升保障服务能力 要强化双拥共建工作 大力推动军民融合发展 巩固深化军政军民团结大好局面 各级党委政府要主动靠前 在随军家属就业 军人子女入学 退役军人安置 优腐政策等方面 拿出实招应招 用心用情 帮助解决驻军的急事 难事 繁心事 不断提升军人军属的幸福感 获得感和荣誉感 警备区要牵头协调助山部队 继续发扬雍正爱民光荣传统 大力支持地方经济社会发展 共同谱写军政军民团结新篇章 会后 市领导集体参加军事日活动 了解部队发展建设和官兵生活训练等情况 参观军备展示 开展射击训练 接受国防教育 市领导谢泽生 向天保 赖小卫 黄果 吴刚 蔡永明 叶贤 李昭 黄海 汕头警备区大校副司令员方传红 参加相关活动 昨晚 由市委宣传部 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主办 市文化集团承办 市话剧团演出的红色题材话剧 红色汕头 在一都大剧院公演 话剧取材朝善革命英雄故事 以艺术形式展现党的百年征程 弘扬伟大建党精神 市有关领导参加活动 话剧红色汕头 取材自连环画红色汕头中的 五个革命故事 以红色精神为主线 通过富有感染力的艺术表现形式 用五幕话剧 讲述著名导演蔡楚生 坚守理想信念 战功队队员郑松涛抗日救亡 爱国侨领以光颜心系家园 革命石匠封迁舍身取义 汕头电信局地下党员英勇护城 五个故事 生动展现潮汕先烈的理想之火 非常有意义 用艺术的形式 用话剧在舞台上表现出 这五个故事也让观众们 或者学生们 他们都能够了解到 汕头这些英雄故事 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保护传承工作 实施历史文化保护 和利用八个一批工程 为深入挖掘红色文化资源 市委宣传部创新开展 文艺加党史系列活动 推动系列红色题材 文艺精品创作 充分发挥文艺作品 鼓舞人心 凝聚力量的作用 希望通过剧的形式 来更多的观众 来感受感悟 共产党人的一种精神谱系 也让大家重温 中国共产党这百年的 光辉征程 更续我们的红色基因 弘扬我们的红色文化 这堂生动的党课 也让观看话剧的 党员干部群众 在党的光辉历史中 汲取智慧和力量 奋进前行 看完了这次话剧 觉得才知道 上头原来我们有 这么多的革命先烈 为了我们这个 幸福生活 付出了很多 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而且这五个故事 都是很生动 很深入人心 在新的港考路上 我们要学好 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 从百年党史中 汲取智慧和力量 坚定理想信念 牢记初心使命 今晚话剧《红色汕头》 还将在亦都大剧院 再次公演 革命教育基地 是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 有力载体 《红色文化遗址》 是常学常新的生动课堂 党史学习教育以来 我市深入挖掘 汕头红色资源 串点呈现 设计旅游路线 开展惠民之旅活动 让党员干部 人民群众 在行走的课堂中 学习党史 推动党史学习教育 走身走实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 是中央红色交通线 旧纸汕头站 那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这里以华富电料行 作为掩护 为中央苏区输送了 大量的物资 也护送了许多的 中央负责同志 那在我身后的这个区域呢 就打造还原了 电料行的一个场景 让市民和游客 在参观旅游的时候 能够更加深刻的感受 发生在汕头的 红色革命故事 中央红色交通线旧纸汕头站 位于金平区海平路97号 是1930年10月 周恩来亲自在汕头建立的 中央交通局直属的绝密交通站 如今这一红色旅游景点 已经成为网红打卡点 接待了一批又一批市民游客 成为学习党史的鲜活课堂 为让参观者在一步幻景间 感受城市红色血脉 今年4月 市委宣传部将红色景点有效串联 推出六条 以追寻红色族迹 牢记初心使命为主题的 学习教育路线 并向相关党政机关 启示业单位推荐 各线路参观点 通过实地实物展示 鲜活讲解 互动体验等形式 广泛开展 党史 新中国史 改革开放史 社会主义发展史 四史宣传教育 红色交通站 其实也只是我们区域 丰富的红色资源的其中一个点而已 就来了交通站之后 我们市民朋友也可以继续前往我们东征军纪念馆 南昌起义纪念馆等这些红色场馆 可以让我们市民群众了解到不同时期发生在汕头的红色故事 在行走中了解红色党史 此外 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 也在惠民之旅和潮汕人游汕头活动中 推出红色旅游线路 吸引青少年学生参加严学旅游 市民游客通过沉浸式体验 从党的百年伟大奋斗争承中 汲取继续前进的智慧和力量 结合我们汕头的红色桥乡 这一次我们主要的招来的我们的游客 是我们潮州跟洁阳两地的兄弟城市的游客 我市还注重运用互联网思维盘活红色资源 开设网上红色展馆 市民足不出户就可开启云游红色展馆模式 红色旅游还引领带动乡村振兴 在潮南区红厂镇 红厂公园已经成为知名度颇高的红色旅游目的地 而红色旅游带来的旺盛人气 让红厂镇的茶叶蜂蜜等特色农产品出村进程 带动当地产业发展与乡村振兴 我们把村里的红色基地和绿色产业 纳入统一规划和建设发展 让红色家园的民优产品出村进程 让好的革命传统幻化出新的生机活力 郝江区广澳街道东湖社区 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为重点 扎实推进乡村振兴 通过深入挖掘桥资源 推进东湖社区乡村振兴和最美桥乡建设 打造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美丽乡村 全长1.3公里的东湖大坑 是贯穿东湖社区的排鸿沟 近期这条曾经发黑发臭的水沟完成改造 面貌焕然一新 前阶段在我们市区的大力推动下 进行了很大力的整治 现在呢 这个地方已经成为我们村里的 居民的一个悠闲的游乐顺地 沟取整治使大坑的污水便避波 而对老挫区的保护和活化利用 更是使东湖社区旧贸唤新言 东湖村作为有着800多年历史的古村 现有旅居海外的乡亲大约有1.3万人 那么也属有番客村之称 那么村里面数百座桥居老宅呢 也成为了华侨们共同的精神家园 那么如今东湖村启动了 桥乡古村街区建设项目 将华侨记忆与桥居老宅相结合 在留住桥巴们相丑的同时 也打造出独具特色的红色桥乡 美丽乡村风貌带 结合最美桥村建设 作为广东省古村落的东湖社区 将占地约170平方米 且独具南洋特色的月德楼修旧如旧 并打造桥博馆展示东湖历史人文和桥史 当地还打造一条长约两公里的浏览线路 计划利用腾空民居 植入文创民宿美食名人展示功能 活化古民居群为乡村旅游营造氛围 通过对古村街区的打造 可以唤起了古村的生气 也唤起了海内外囚包的乡愁记忆 完成了十个美丽乡村人居环境建设项目的 东湖社区水美景美菊花争相绽放 作为东湖三宝之一 当地的菊花重养面积约400亩 围绕菊花家旅游菊花家产业思路 东湖社区着手规划建设 以菊花为主题的休闲旅游配套设施 把特色农业景观融入古村景观和村民生活 提升农民创收效益 东湖计划家家夫妇都有种 形成了一个金黄色的天阳风光 这游客特别多 当前东湖社区正深入学习19届六中全会精神 从百年党史中汲取奋进力量 发挥古村和桥乡优势 努力打造看得见山望得见水 记得住乡愁的精美乡村 把我们乡村这个东湖菊花这个特色产品 把它打造成我们的一张知名的品牌 推动我们东湖社区美丽乡村工作 再上一个新台阶 今年9月中国农民丰收节在汕头举行 我是推出喊全球来吃湿头鹅活动 让城海湿头鹅成为网红鹅 吊足全球消费者的胃口 今天上午经检验合格的首批 一千多件湿头鹅预制菜开启出境之旅 这也是城海湿头鹅首次踏出国门 出口东南亚 上午9点多 位于城海区的广东新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一派忙碌 员工们正忙着将湿头鹅预制菜打包装车 在城海海关监管下 这批湿头鹅预制菜顺利发货 成为首批出口的湿头鹅 将销往东南亚等地 湿头鹅这个属与食品出口比较严格 我们已经就完完整整的做好了一个出口所有的手细 也同时也香港的客商下单之后呢 我们也经过双方的备案 双方的一些该座的职责 再通过通过香港当力修售 修往周边的国家 受保鲜及运输条件影响 潮汕鲁额一般在省内销售 如今借助先进保鲜设备 湿头鹅的品尝场景逐渐拓宽 通过城海湿头鹅产业中央厨房供应链标准化生产中心 自动化卤制 以及叶蛋锁鲜保存和贴体包装等技术 这批湿头鹅预制菜在冷冻条件下 可以保存六个月以上 让更多消费者品尝到地道潮汕美味 对于远离家乡的潮汕人来说 湿头鹅就是家乡的味道 此次湿头鹅预制菜首次出口 不仅将进一步带动湿头鹅全产业链发展 也将传播潮汕美食文化 让海内外潮人寄住相愁 有潮水的地方就有潮人 所以潮汕云遍布世界各地 所以我觉得湿头鹅是一种香情一种香味 所以湿头鹅这个小品种大市场 湿头鹅不单是一种食品 还是代表着我们潮汕无法的一种元素 让国外的华侨寄住相愁 出口到外国之后就是可以带动 湿头鹅的场前夜链条 对产业振兴 先冲振兴 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 昨天下午我是召开市委全面依法制式委员会 执法协调小组第三次扩大会议 并上线进行汕头市行政执法两平台 开启行政执法信息化智能化应用 促进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 目前我是已完成行政执法两平台本地化部署 优先组织全市镇街道综合执法上线应用 并加快推进市区县两级行政单位上线应用 实现今年底三级行政执法单位 全面上线应用行政执法两平台的目标任务 汕头市中心医院和孙艺仙纪念医院 共建中山大学孙艺仙纪念医院 粤东医疗中心一年来取得积极成效 为汕头大健康产业发展 建设区域医疗高地贡献力量 昨天下午 共建双方在市中心医院开展学术交流 一年来在中国科学院院士 中山大学孙艺仙纪念医院院长宋尔卫教授带领下 共建双方在心脑血管病 恶性肿瘤 消化疾病 内分泌和代谢疾病等 汕头急需提升的八个专科专病领域 进行了有效对接 孙艺仙纪念医院通过临床指导 开设民医工作室 合作科研立项和学术讲座等形式 在医教研等方面 全面支持市中心医院发展 作为我们培育一个区域性医疗高地 为目标的这样的医人体 是医教研全方位开展这种双方的合作 双方去提出问题 然后提出这个问题 我们如何通过临床研究 通过科学研究去解决这些问题 然后又回馈到临床上 这样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 那再把这些我们所提升的这些医疗技术 或者是这些理论知识 再去进行对这个培育 培训的医生进行这个培育跟教育 在中山大学孙艺仙纪念医院专家协助下 有七项新技术在市中心医院得到推广 形成一系列优势学科群 市中心医院挂牌广东省泌尿系统疾病 临床医学研究中心汕头分中心 乳腺肿瘤诊疗中心等 一批越东诊疗中心专科分中心 今年五个合作专科 获2021年广东省科技专项资金科研立项 我们整个的医学教学 特别是临床医学教学这一块 也大大的得到提高 通过这个合作 也拓扣我们科研的一个思路 助推我们汕头医疗高地的建设 昨天上午 市关公委在城海区举行农村创业青年双代人才座谈会 各区县农村创业青年带头人 分享创业致富经验 表示要努力做农村经营致富的带头人 带领群众共同致富的热心人 十年来 市关公委积极推动农村创业青年扎根农村 当好新型农民 创办农业龙土企业 成立农民合作社 引导农村创业青年先父代后父 成为市关公委的一大工作品牌 近日 市公益基金会举行助推工业力士 即创新工业交流座谈会 邀请企业家围绕工业力士产业强势 探讨如何做强做大企业 推动创新创造 发展工艺事业 活动还为爱心企业和企业家 颁发弘扬工艺 为善罪乐牌匾 市委提出 工业力士 产业前世 是非常符合上它的实际 在当前来 改善投资环境 让企业家真正能够放下心来 能够传心心地找科技项目 未经许可 clips 产利 未经討说 市委 未经许可 conscious 未经许可 bum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